從你剛才所講的 這個第三條跑道其實在環境上 對香港來講其實都幾災難性的 暫時看到它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才可以符合到這個法定的要求 所以現在我們要有準確的數據 和相關的成本 然後才可以進一步研究 究竟哪些是可行呢 哪些可以減緩呢 哪些是不可接受呢 我相信現在連這一步我們都沒有去到 還有社會如果大家有共識 要求我們市民有知情權 要合組知道這些環境的衝擊是有多大 我覺得機管局要盡快做相關的研究 和真的將這些數據公佈 你在8月會有個研討會 是 沒錯 提到社會成本 那你希望這個研討會帶來什麼效果呢 我們覺得有關的所謂持份者相關受影響的 包括噪音受影響 空氣健康受影響的居民 我們都想他們來的 我們請了英國的專家 我們請了大學的學者 我們都邀請了機管局的代表 你肯不肯來 希望他肯來 我猜他也肯來的 然後就是相關做過一些研究的學者 我們一起坐下來去談 即是用科學化的方法去看數據 去看研究 分析了 然後我們預計有300人左右 那個論壇 希望大家去表達了意見 然後去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究竟我們在欠什麼數據 我們究竟在欠什麼共識 我希望透過這個理性的討論 就可以做到 我們就在8月29日 星期一來的 是一個全日由9點開始的一個研討會 就著第三條跑道 就會在溫沙工作大廈 灣仔那裏的主禮堂那裏舉行 然後我們有四個工作坊 有一個是跟海豚和漁業有關的 有一個工作坊是跟碳排放有關的 氣候變化有關的 有一個就是跟經濟有關的 就是包括就業 它現在的運作效率 就是經濟那方面有關的 還有一個就是 看一 二 三 四 第四個是 噪音 噪音 是的 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和噪音 我們請了屯門區區議員來 另外就請了一些專家來 科大的一個教授 希望透過這些討論數據 然後將事實攤出來先 然後看看差些什麼 大家要有一個共識 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因為一個千多億的工程 我們不應該這麼草率 這麼魯莽就做一些決定 我們也希望香港繼續繁榮 希望工程是可以 帶來香港真實的經濟回報 但實際是多少我們要清楚 希望研討會會帶來新的思維 也都透過研討會 將過去被遺忘或者被忽視的問題 就是特別關於這個環境的惡化下 對這個市民帶來的影響 就是希望政府關注 那我們期待在這個8月尾 8月29號 大家有時間一定要出席 特別是馬灣 柏麗灣 深井 這個青龍頭 青山灣 黃金海岸 那些辣的朋友 和東涌的朋友 應該要盡量出席 因為這個機場的影響 對你們和下一代是影響深遠 我們再次多謝兩位專家 多謝